為改善草屯鎮南埔里將軍廟周遭淹水問題 縣長也曾允諾規劃工程 但資金卻尚未進行 針對此案 縣議員檢治盛於本日定期會總質詢議程中 也向縣長提出質詢 路骨巷外湖地區的下水道工程 自五月施工至今 影響地方交通造成民怨 縣議員儒瑞芳於本日會中也提出反應 叛縣府相關單位能夠督促工程的進度 南投市復興里 雨水下水道工程被受居民所期待 但卻元宕至今還會進行 對於此案 縣議員蔡仲智也於本日會中 就叫縣府公務處相關規劃與進度 上個月月底還是這個月初 我們林縣長有去南投市復興里叫腳 在這間這月已經經過三個定期了 這復興里雨水改善工程 對於多項工程案的規劃與進度所衍生的問題 縣議員檢視聖吳瑞芳、蔡仲智 於本日定期會中也都提出質詢 希望縣府相關單位積極處理 使各項工程案能夠圓滿且緊述地完成 記者盧宇凱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